大家好,今次去中環吃一間很好吃的西班牙菜 以前經常去中環喝東西,尤其是在上環上班時 但都很久沒做這件事了 人大了,和疫症之後生活習慣都變了 走到這裏,你會見到左手邊有一條樓梯 在這裏上去就差不多到了 上來你就會見到的,就是前面那裏 到了,門口就是這裏,紅色和下面那道門可以進去 這個環境挺好的,挺舒服的,氣氛也很輕鬆 又有人彈結他唱歌也不會太吵 不知為何我會有一點想起Amigo餐廳 Amigo就大一點,設計有情調一點,這裏就稍微 感覺都不錯,聽說它的blunch也不錯 這次我就來吃晚餐,整頓飯我都覺得蠻好吃的 吃西班牙菜,我喜歡點上sanguilla 那邊喝東西邊吃tapas去開始 另外我們都叫了sparkling water 逐位計的很有趣,有點像收茶餐的感覺 還有它無限refill 紅酒做的sanguilla就經常喝,白酒做的都喝不少 今次來個少陰些的,士多啤梨sanguilla 都不錯,挺好喝的 吃西餐例外有的麵包,都新鮮而辣的 白色的類似是薯仔沙律,我想說一個橄欖 很好吃的橄欖,橄欖是有點鮮味的 我真的吃不停口的這個橄欖 真的很好吃 西班牙菜是我一個很喜歡的菜 原因就是第一,味道很適合 第二就是我很喜歡吃它的tapas 即是吃正餐前小碟這些 tapas是有很多很多款的 它小碟的味道有好味,用來送走是很棒的 我們都叫了幾款tapas 第一款就是這個炸青椒仔 挺好吃的,又不會說很辣 這些青椒本身是重味的 炸完之後就像煎兩三寶的青椒味 接著到entrophy,即是外國的油浸鹹魚 我是超喜歡吃這個 這個entrophy就加了一些腩油和蒜和少許醋 我不太吃得有醋味 空口吃會有少許鹹,用來配麵包就真的是一流 接著那個我自己都久不久做來吃 就是西班牙金列 我又很喜歡吃,它是蛋裡面包了很多薯仔和洋蔥 但這個也挺肥的,因為薯仔和洋蔥並不是煮的 一定要炸一炸才好吃 接著這個超好吃的,我們整台都讚 烤白酒魚配蒜蓉蛋黃醬 白酒魚是軟的,不韌的 接著下面有個薯仔 面頭是蒜蓉蛋黃醬,加了少許papika 即是辣椒粉 好吃到我們再叫了另外一碟 這碟就是第二碟 如果大家細心看,就會發現它和剛才的碟製不同 我覺得來到這裡一定要試這個 好,很開心地和朋友又喝酒吃一下tapas 之後就吃一些主菜了 首先做一個人都認識的pahaya pahaya即是西班牙大鑊飯 或者叫做西班牙雜錦飯 其實這個飯不一定配海鮮 它很多時候都會配肉,配蔬菜 但是在香港,配海鮮這個就最受歡迎 首先pahaya就不同risotto 這個西班牙飯絕對不要跟子達利飯混亂 這個是乾身的 它是用這種很大的鍋去做 比較薄薄一層的,乾身的 絕對不同用芝士做的risotto 那個risotto是很creamy的,這個是比較乾身的 這裡都做得不錯,它的底部有少許香 還有邊位有少許飯焦 海鮮份量都豐富,有比較貴的海鰻蝦 還有海蝦,有青口,有魷魚 那飯你會吃到少許saffron 即是番紅花的香味 配料上它用了一些豆 幸好是新鮮豆,不是我不吃的雪藏青豆 其實豆在西班牙飯都是幾常見的材料 反而是不會經常見到辣肉腸 這裡是沒有下辣肉腸的 下了辣肉腸都好吃的 但其實比較正宗的西班牙海鮮飯 就是沒有下辣肉腸的 吃到底部的邊位有少許香口的飯焦 派耶亞就是應該這樣 真的不要跟risotto搞亂 很多人搞亂了 其實地方都不同,派耶亞是西班牙的 risotto是意大利的 兩個地方差那麼遠 好,接著吃西班牙菜 另外一款很有名的菜式就是烤魚豬 西班牙的蔡哥維亞烤魚豬是很有名的 而且它們的烤魚豬是不同中式的 它們是鏡皮的 那個皮不會有一粒粒 我們中式的就會刺穿皮 做芝麻皮 西班牙這些就是鏡皮的 這裡做到皮都又薄又脆 而且肉都嫩 餐廳都很細心的 你跟它說有人生日 它會寫一個Happy Birthday在甜品旁邊 最後找這個churros做結尾 就完美結束了這一餐 它是一個炸油條 咬下去的香口有些像炸油炸鬼 但是是甜食的 它會點這些朱古力醬吃 又是很滿足很滿意的一餐 朱古力醬都挺香的 不會說一味死甜 最後它還送了每人一杯這些小杯的酒給我們喝 整餐飯的味道很滿意 都吃得很開心 環境也都舒服 而且西班牙的食物很適合一大群朋友一起吃 整群人喝酒吃一下Tapas 吹一下水是挺開心的 這次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繼續看我吃東西煮東西或者去旅行 就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